国信箱南港社区约有200多户居民 但因为地主山区无法使用自来水 因此之前也建设简易自来水的设备 而因为水压问题没到用水尖峰时段 因为下南港地区用水量暴增 导致上游地区无水可用 日前在县员邱美林、林芳瑜 以及代表会副主席林东汉的反应之下 县长林明珍也到南港社区 举办简易自来水改善说明会 预定另外增设水塔以及独立管线 让南港村的居民都有水可以使用 县员邱美林表示 早期的规划是利用山泉水蓄水 供200多户居民使用 但因为有些住户因地势因素 冬季或尖峰时段无水可用 也是造成居民相大大的困扰 也感谢县长的用心 能够云诺改善相亲用水问题 让镶嵌日后都能够有水源来使用 运用山上的山泉水 然后聚集一个蓄水池 然后再分送给我们这200多户的住户 那因为有的住户是属于比较山区 比较住户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他们因为这个水量的那个不够 甚至于是他的那个缓冲力不够 然后造成他们是用水是相当的困难 那我相信经过这次协调改善之后 相信比较高处的用户甚至于全区的用户的用水 能够比较平稳 比较有水好用 不会当到缺水期 枯水期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水 必须要到外地去债水来用 真的是非常感谢县长的用心 县员林芳宇感谢县长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并表示民生用水问题刻不容缓 也希望相关单位在参考地方意见后 能够紧速来施作早日解决用水问题 民生用水可以说是我们在民生上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刻不容缓今天来到这边做个说明会 也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来听听 我们地方上的一些失色意见 以及解决这边用水的问题 长达将近三公里的这一个长度 县长的指示是 只要地方上需要的话 这件事情刻不容缓 希望说能够将事情做到最好最圆满 让大家都有水喝 让这些的居民都没有无水可用的这一个问题 副委长潘一全肯定县长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民生用水的改善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 让乡亲都能够有水源来使用 记者成为一国性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到